人不可冒相,海水不可斗凉 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 曾经涌现过无数的牛人 但他们有的喜欢低调 所以他们的传奇故事很少有人得知 住在北京西城的柳真连老人 他曾经就将祖传的一支金钗拿去鉴定 而当专家们看到这支金钗后 他们更是惊呼他的精美 传家们认出来这是宫廷中的宝物 于是他们连忙问老人他的父亲是谁 据老人所说 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中的一名少校军官 而对于这支金钗的主人 老人说他是文秀的 文秀本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贵妃 可他同时也是一位进步青年 年轻时候的他迫于家庭因素嫁给了溥仪 而在溥仪接受日本人邀请 要去维满洲国做皇帝时 文秀却是选择了与其分道扬镳 他在报纸上公然发表离婚声明 撕碎了满清贵族虚伪的面容 在他与溥仪离婚后 社会各界对他称颂不已 他先是担任了小学教师 后又过起了隐居生活 在抗战爆发后 他拒绝接受日本人的帮助 直到抗战胜利后 他才经人介绍进了报馆工作 在生活稳定下来后 他结识了刘震东 相互吸引下他就嫁入了刘家 做了刘真莲的继母 因为数年的冯雨摧残 使得文秀的身体盈弱 所以他在嫁以后 他一直没有生育 正因如此 他特别疼爱刘真莲 在他死后 他就将自己的首饰 全都给了刘真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